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中秋節的天氣節目 我是蔡子純 但是在範圍的衛星影像可以看到 在高空反氣旋的影響之下 中學東南部天氣都是普遍晴朗的 不過早上的時候 由港島南區的鶴咀望出去 看到天上也有些雲 雖然雲層不是那麼厚 但是雷達的影像其實也可以看到 在晚上早上的時候 在廣東沿岸海域 其實也有些雨區的發展 部份也會影響到香港 所以香港今天預計除了有曬有熱之外 其實也會有些驟雨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早上的6時 看到香港大部份地區的氣溫 都在28、9度左右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 將會是有一兩陣的驟雨 早晚部分時間多雲 而日間就會大致天情和酷熱 預計最高氣溫大約是33度 風方面會吹著和緩的東至東北風 而初時離岸風勢在間中清靜 有些電腦的預測圖看到 在接下來的兩三天 廣東沿岸雖然雲量不算太多 但是間中都會受到一些驟雨的影響 所以我們展望 在週末至到下個星期頭 這個長假期 就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結 但是也有一兩陣的驟雨 一節明天講到這裡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再見